曹坤汇选成功 当上总统以后 于双十节入京 就职那天 路上都铺着黄沙 港绍从车站一直放到总统府 行人车辆都不准自由来往 来欢迎他的大员们 一个个坐着汽车 中间夹着曹坤的黄色汽车 两边站着几行卫队 车前面坐着两个马便 后面也坐着一个马便 手里端着枪 枪口朝外 好像随时准备开枪的样子 一路上十分威风热闹 这跟黎元洪入京的时候大不一样 就职以后 就下了一道谋求和平统一的命令 大意是说 民国建立十二年了 南北纷争 兵连祸节 民不聊生 本大总统自从军以来 一直以保护国家为己任 如今当选总统愿意开诚布公 与海内贤达一起 共谋和平大业 所以命令国务院迅速与各省切实磋商 尽快实现统一 以保国安民 接下来 曹坤裁撤了自己兼任的直立都军 派王成斌都里直立军务善后示意 这是为了答谢他从黎元洪手里夺来总统大印的功劳 隔了半个多月 又派王成斌兼任直鲁狱寻岳父使 连升三级 军人中除了王成斌之外 吴佩孚升任直鲁狱寻岳使 免去了他的两湖寻岳使 又任命骑卸员为苏婉干寻岳使 萧耀南为两湖寻岳使 杜西归为海军总司令 军人这方面算是安排的四平八稳了 可是那些政客却不好安排 因为在大选的时候 替他奔走的政客非常多 其中光是想做国务总理的就有高陵卫 吴景莲 张绍增 颜慧庆四个人 天津派 保定派政客在大选没有成功以前 原本是倾向于张绍增 因为那个时候张绍增本来就是国务总理 最早站出来拆驴渊红的台 为了拉拢张绍增就答应了他 可是后来呢 因为高陵卫在北京多方奔走 功劳很大 又答应给高陵卫 另外呢 当时最重要的事物 莫过于财政和外交 能够同时支撑住这两个方面的 除了颜慧庆之外 再没有别人了 所以呢 也答应了颜慧庆 可是如果就大选的过程来说 假如没有吴景莲出力 也不容易办成功 那么又不得不答应了吴景莲 好让他卖力 上述四个人各有各的理由 都得到了将来出任国务总理的许诺 在大选没有成功以前 各做各的事倒还没有什么冲突 等曹坤选上总统 究竟让谁做总理就大费周折了 其实呢 在曹坤看来 谁做总理这事也简单 只要看谁的能力大 就让谁做好了 这四个人里面 吴景莲有几百个议员给他撑腰 自然不好欺负 高陵卫呢 内阁暂时还在他的控制之下 也有相当实力 颜慧庆虽然没有前两个人那样的势力 但是在外交和财政上面 曹坤离不开他 算来算去 只有先牺牲张绍增 于是就去疏通张绍增 请他暂时退出 可是人家张绍增原本就是国务总理 帮着曹坤折腾了半天 反而把职位弄没了 他涂什么呢 这口气当然咽不下去 只不过眼下权力在别人手里 没办法硬扛 于是张绍增就以不在摄政内阁总辞职的辞呈上签字作为要挟 因为内阁总辞职需要全体阁员签名 其中总理尤为重要 张绍增虽然没有实际上参与摄政内阁的工作 可是在名义上他还是国务总理 他如果不署名 那么总辞职的辞呈就无效 现在张绍增就拿这个来要挟 曹坤派人疏通了几次都没有结果 然后曹坤就急了 直接任命高龄卫代理内阁总理 把张绍增甩一边去了 高龄卫代理国务总理以后实力更强 就有压倒吴景连 颜慧庆的势头了 可是洛阳的吴佩孚 南京的齐县园 团和的冯玉祥 都主张请颜慧庆做第一任总理 排斥吴景连 吴景连早就觉得 这个国务总理非我莫属 如今被别人夺去 又欺又恨 于是一面扬言 国会绝不会通过 正式任命高龄卫为总理 一面又向王成斌求援 王成斌因为自己曾经答应过他 只好替他力争 并请曹瑞进京和曹坤交涉 可是这么一做 反而引起了曹坤的厌恶 曹坤只是把王成斌连升三级 让他别再去帮吴景连给自己添乱 因此吴景连的总理梦也就该醒了 气得他大骂曹坤 忘恩负义 但也没有别的办法 至于颜慧庆 虽然也很想过过当国务总理的瘾 但怕国会不通过 反而没面子 因此不敢争执 愿意退让 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淡泊名利 其实只是因为自己实力不够罢了 所以四个人当中只剩了吴景连和高龄卫继续斗法 吴景连用国会的势力威胁高龄卫 高龄卫也放出取消国会的风声 吓唬议员 让他们不敢帮吴景连 并且运动那些反对吴景连的议员 要改选议长 在民国12年10月26日 众议院开临时会议的时候 议员陈纯修提出了改选议长的意见 把吴景连吓得不敢开会 曹昆虽然厌恶吴景连 不愿意给他总理做 又怕高龄卫不能得到国会通过 于是便提出由孙宝奇出任国务总理 提交国会征求同意 吴景连得到咨文 就通知议员 于11月5日投票表决 到了开会那天 反对吴景连的议员便指出 吴景连任期已满 依法应该立即改选 不能再当主席 而吴派的议员针锋相对 双方开始打嘴仗 随后动了手 会场里谈鱼墨盒乱飞 打了好半天 什么都没定下来 就散会了 经过这次争执以后 反对派频频集会 讨论倒吴的办法 以及惩戒吴景连的方案 并准备在众议院自由开会 吴景连没办法 只得紧锁众议院大门 防他们去自由集会 又怕他们强行开锁 不敢把钥匙交给院警 每天都紧紧地拴在裤腰带上 同时又请人去疏通 希望和平了结 不料这时候反对派 由保定派的王玉芝 组合成立宪政党 形成了反吴的同盟 吴景连的疏通毫无效果 吴景连没有办法 就去求王成斌出一笔钱 也想组织一个大政党 和他们对抗 这件事还没办成 曹坤发来公文 催他们迅速投票 表决孙宝奇出任国务总理的提案 吴景连不得不再次召集会议 会上仍然是由争执变成动手 吴景连竟然下令院警 和本派的议员江聪出手 这江聪是个全师 练家子 打得反吴派投破血流 并且把反对派的中间分子 抓起来了 同时关上大门 强迫议员投同意票 这时候检察厅接到报告 派检察官来验伤 吴景连因为他验得不合自己的意 竟然把检察官也给拘禁起来 散会以后 反对派的议员 一面发公函给国务院 要求撤换众议院的卫队 一面向检察厅起诉 高林卫趁机下手 把众议院的警卫队强行撤换 吴景连失去了这个武器 已经心虚了 而且检察厅方面 也以妨碍公务 毁坏文书的罪名 对他提起公诉 吴景连吓得不敢在北京居住 带着众议院的印信 逃到天津去了 这时候 高林卫总算是大功告成了 不料智者千律必有一失 在民国十三年元旦 突然发表了一道众议院议员改选的命令 激起了大多数议员的反对 因为这是要砸他们的饭碗 当然会激起反对 于是为了弄掉高林卫 众议院通过了由孙宝奇出任国务总理的提案 高林卫本来料定这个提案不可能通过 那样自己就可以继续代理 不料因为一道改选议员的命令 竟然掀翻了自己的内阁 把孙宝奇推上了台 于是高林卫也只好辞职 孙宝奇就任国务总理以后 阁园则以乘客为内务总长 王克敏为财政总长 吴玉林为交通总长 顾维军为外交总长 颜惠庆为农商总长 陆锦为陆军总长 李鼎新为海军总长 范元莲为教育总长 王宠惠为司法总长 这些人里面除了王宠惠 范元莲之外 大多是保定派 或者是跟保定派有关系的人物 名单公布以后 张志坦很失落 本来张志坦一直在积极运动 想当农商总长 也获得了提名 不料格元名单 常给曹坤看的时候 却被李彦青一笔抹了 这李彦青为什么要跟张志坦过不去呢 原来李彦青的父亲李老太爷 曾经是张志坦府中的厨子 后来李彦青巴结上了曹坤 于是曹坤给了他一个平市官钱局都办的职务 从此李老太爷也跟着养尊厨佣 过得很舒服 可是有时候想起旧主张老太太 却还念念不忘 便跟李彦青说 要到张公馆去拜望拜望 看看张老太太可还清贱 也算是个厚道人 而李彦青又是个孝子 见父亲执意要去 便命令备好汽车 又叫过两个马便 让他们小心服侍 李老太爷坐着汽车 带了马便 威风凛凛的来到张公馆门口停下 李老太爷自己走上前 请门房通报 说要见张大人 门房一看李老太爷这气派 不知道是什么来头 不敢怠骂 忙站起来说 您老可有名片没有 李老太爷说名片啊 这个我可没带 好在我以前也是这边的人 老太太和大人都是知道的 只请你通报一声 说有一个往年的老厨子求见 就是了 门房说 大人已经出去了 李老太爷说 大人既然出去 就见见老太太吧 好在以前跟老太太 也是时常见面的 我好久不见她 想念得很 你替我通报一声 就说本府里往年的老厨子 要见见老太太 问问安 门房见她口口声声 说自己是厨子 可是又带着马便 坐着汽车 十分诧异 心说这世上 哪有这么阔的厨子 但是又不敢多问 只好请她先坐着 自己到里面去通报 张老太太听说 有这么个人要见她 猜不出是什么人 也不敢随便请 一面让门房 把李老太爷 请到会客厅里坐着 一面慌忙派人 去找张志涛回来 可巧张志涛 正在甘石桥俱乐部打牌 手气欠家 一直在输 这会儿刚好抓到一副 十分出色的牌 糊了就是三番 正在又担心又高兴的时候 忽然家中的马便 气喘吁吁的跑进来 把大伙吓了一跳 赶紧问她什么事 马便说 公管里有要紧事 老太太特地拆小人 来寻大人赶快回去 张志涛问 有什么要紧事 不料这马便是个糊涂蛋 老太太叫她来找张志涛 她也没问是什么事 只得回话说 这我不知道 不过老太太催得十分紧 叫大人即刻就去呢 张志涛见她说的这么严重 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 只得拖人替自己打 然后自己坐上汽车 匆匆回到家里 一路跑到上方 问老太太有什么事 老太太说 有个老厨子要见你呢 张志涛一听是这么回事 老大不高兴 但是在老太太面前不敢发作 于是也不等老太太说完底下的话 立刻转身回到客厅 叫过马便来大骂 混账王八蛋 什么事情也不问问明白 就急急的催我回来 要是一个厨子我也见她 将来乌龟王八都来见我 那还了得了 大骂了一顿 然后又气呼呼地回干尸桥打牌去了 李老太爷正在会客厅里等得不耐烦 呼听张志涛这样大骂 心里也很生气 带去的两个马便就把他扶起来说 老太爷 我们回去吧 他们不见我们了 李老太爷一声不响 慢慢站起来走到门口 又对门房说 我今天到这里来并没有什么事 不过来看看老太太 问个安罢了 老太太既然不见我 我就回去了 请你带我转告一声吧 说完就坐了汽车回来 这时候李燕青刚好在家 曹坤的马便打电话来喊他去给曹坤洗脚 正要起身 李老太爷回来了 李燕青见父亲回来 于是又坐下陪父亲聊几句天 可是他父亲一脸的不高兴 说起话来也没什么兴致 李燕青觉得奇怪就问 老太爷今天到张公馆去 张大人招待的挺好吧 李老太爷被他这么一问 一时回答不出来 同去的马便也在旁边站着 就替老太爷回答说 他们不见老太爷 李燕青很诧异问 啊 他们为什么不见 马便说 他们不但不见 还骂我们呢 李燕青更奇怪了 他说啊 他们还骂我们 他们怎么骂的 你给我说说 马便正要讲 忽然电话铃响了 李燕青接起来一听 是总统府里的马便打来的 李燕青问他什么事 那马便说 都办快些来 总统的洗脚水要凉了 李燕青答道 我知道了 立刻就来 说完挂了电话 叫马便把张公馆里骂的话学一遍 那马便也是一肚子气 正想发泄 就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 李燕青听完大怒说 我父亲好心好意的去看看他们 他们竟敢这样无礼 要是我不抱此恨 让外人知道了 会笑我没本事 一边说 一边又安慰了他父亲几句 然后怕曹昆等得着急 不敢再耽搁 就匆匆赶到总统府 曹昆等了好久 本来有些生气 可是见到李燕青之后 这怒气立马就全消了 等李燕青帮他把脚洗好 才问他为什么来得这么慢呢 李燕青成绩说 我听说总统叫我 恨不得立刻赶来 不料家父忽然得了疾病 因此慢了一会儿 曹昆就问什么疾病 不请个大夫瞧瞧吗 李燕青装出发愁的样子说 病呢也不算什么疾病 只是因为今天家父到张志潭公馆里 想去看看张老太太 不料张志潭听说是我父亲 不但不肯见 而且还骂了许多不堪入耳的话 还句句捎待着总统 因此把我父亲气昏了 一时谈迷了心 曹昆一听就火了 说居然有这种事 你的父亲他还敢这样怠慢 谁不知道你是我跟前的人 他敢骂你 不就是瞧不起我吗 这还了得 过两天我来收拾他 正说着孙宝奇送进阁园的名单 曹昆也没细看 递给李燕青说 你真着着看看吧 李燕青一瞧 张志潭也在这名单里边 提笔就把他名字画掉了 可怜张志潭奔走了好几个月 费尽心机 只因为得罪了一位老厨子 便把一个已经到手的农商总长 给断送了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入充电